下面一个问题 都市一般家庭都不敢让病人在家里去世 但病人在医院里断血 很快就被送入太平间 甚至于几小时后就会被送去活葬 请问 有何不就知道 一例亡者 再是亲人这么做 会有什么因果 因果这个事情 过去祖师大德说得很清楚 佛在身上也讲得很清楚 那么这个事情 这些外国人现在也在探讨 但是讲不清楚 佛说 人来到世界干什么的 你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我们在外国 我们在外国这些资料里面看到很多 但这不是他们说的 他们称神灵 神灵 往往借助这个病人 借助病人口 我们讲父神 中国人讲父神 透出一些讯息 透出一些讯息 神灵讲呢 人到世界来 是有两种人 一种是来作私的 一种是来还债的 这种讯息 我们要是接触到的时候 我们能理解 因为他跟佛法说得很接近 但是佛讲 讲得详细 他是讲得很龙头 来作私的是什么呢 成愿再来的 像佛菩萨 硬化在这个世界 他不是业力来的 他是成愿再来的 来教化众生 他是来工作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普通的人 普通的人不是什么 佛讲得好啊 人生仇业 你看一句话 你为什么到世界来 是惆怅你过去身中造的业报 你过去身中造善业 你来干什么 你来享福的 有福报吗 不享福吗 过去身中造的卧业呢 那你是来受罪的 就是你过去造的因呢 你一定要承受过报啊 那么来受国报的 那佛就讲了 这个人跟人之间四种缘 有报恩的 有报怨的 有讨债的 有还债的 吃饭了 给你讲нал